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保计划的朋友都要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师 所以这个家庭医师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家庭医生制只是在美国 其他国家好像可能没做到 因为好像相对来讲医生不够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一个病人来到一个诊所找到自己的医生 那这个医生首先要做一个比较完全的身体检查 那同时呢所有的这些要预防的东西都要提到 比方说有没有打感冒预防针 如果要是六十五岁的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有没有打肺炎预防针 这个针应该是说差不多每五年到十年打一针 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有没有做大肠镜 那病人说我不愿做大肠镜 因为很辛苦 那好那是不是要做一个大便的前学检查 因为肠癌是完全可以早期诊断早期预防的 好吧 如果要是妇女那有没有做乳房检查 四十岁没有没有有症状的一定要做 如果五十岁没有任何症状的妇女也要做乳房检查 最少要两年做一次 那同时呢我们的年轻妇女那么是子宫颈癌的检查 一定要做差不多从二十岁或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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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小孩以后 或者是有了性生活以后 对对吧 然后呢就要定期做子宫的抹片 抹片检查 一般可以两年三年做一次 但是如果要是说有的病人他去年做的有问题 那么应该是每年继续往下做 那这种子宫颈的检查的话 一般差不多到了七十五岁以后就不需要做了 这样不需要是一直梦想做下去 但是乳癌呢就从五十岁一直要做到七十五岁 那么我刚才讲说子宫颈癌假设 从年轻一直做到五十几岁就可以不需要再做了 那么除非是有特别需要的 那乳癌呢是从五十岁以后一直做到七十五岁 大肠症也是同样从五十岁以后要做到七十五岁 这样检查 所以就跟大家讲了 因为很多朋友就是错过了 有时候乳癌这个发现的 他们说错过了一年没有检查 哎呀结果第二年就发现了 所以说每一年都不能够错过 尤其是每一年的体检 对吗定期的检查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 这个抽抽血啊 咽咽尿啊什么的这些小事情 虽然是小 可是是多么的重要的 一定要注意 那文玲再跟大家谈一下 再跟我们的长者朋友谈一下 转换期 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那转换期 因为大家在家里都收到很多的资料 那是今天我们今年的健保用得还很愉快的话 那我们现在要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收到的新的资料 那2014有一些福利上的一些稍微的改变 就算你不要换你的健保工资的话 那比如说你的药一定会有调一些 那你的那个供付额啦 一些门诊费或许会调一些 一般来讲在洛杉矶这边呢 大家是没有月费 所以要是你有红蓝卡 红蓝白卡参加健保计划的时候 没有任何额外的一个费用 不过呢 您得到的福利会比你没有参加的时候会更多 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医疗网跟一个家庭医师 来为您主持您的这个整个身体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同 那需要学习 然后大家就可以马上去适应这个新的制度 那因为我们政府有讲到全民健保 也讲到有可能红蓝白卡会进去 这整个管理室的一个医疗组织 所以有些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在不是说很紧迫的时候 可以去学习这个不同的医疗制度 那我们在选择健保方面呢 当然就是看个人的需要 我们已经做了20多年了 所以对这个健保的改变非常非常的熟悉 有些时候大家是药 药很重要 那有些时候医生 他可以配合您的健保计划来调你的药 那有一些时候呢 你那个药是一个很特别的药 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 那有些价钱每一年都会改变 所以也不是任何人的错 保险公司就是会有一点点改变 因为政府的经费每年就是会不一样 对 所以大家都是希望跟大家做出一个最好最完整的一个配套 不过有些时候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适应这些改变 然后呢有些时候有一些老人需要交通接送 这个其实太平医疗网也有 健保公司有的也有 对啊好 其实你们还有好多的福利商人在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转换期有任何的疑问呢 大家就拿起电话 播给太平医疗网 1888888 7472 有的时候大家喜欢找医生啊 询问一下啊 也可以通过这个屏幕上的免费电话呢 跟他们联络到 好 广告之后呢 我们还有最后一段访问 欢迎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